台湾大同条我们继续要来看的是 这个胜负是把人民当成的提款机了吗 好 带您看了经济部长杜子军 今天到立法院去备巡 大家要问的是什么 就是国际油价都已经下跌了 可是怎么台湾的油价怎么就跌得比较少呢 人家跌30% 那为什么你中油只降15% 你中油都赚走了 每次要涨价的时候都涨得很足 然后呢要降价就变这样 就有公平正义吗 台湾相关的民生物价一眼没有看到下跌 甚至一碗牛肉面要涨到150块钱 好了 那今天立委就问经济部长杜子军 他就说150块还好吧 民众如果觉得贵那就不要吃啊 至于他自己呢 他真的觉得150元这样的价格是嘟嘟好而已而已 带您来听 那中间的造成的价差 那全部变成是中油转走啦 台电转走啦 那别人在提款机啊 立委越问越生气 看看经济部长杜子军的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 面对油价问题他这么回答 第一个是国际油价是一个是这个占中油的成本的80% 那么中油决定的价格是一个是一个批售的价格 跟零售价格本身还是有差别 第三个呢就是中间还有汇率的问题 这计算方法有够复杂 但是部长既然主动讲到零售 那么跟一般市民最有关的计程车 立委担心油价跌 但是小黄问江控怕反而撑不下去 现在会界已经在反映了 小黄他已经说出来了 如果你们取消补助 如果政府取消补助 他可能会涨价 那怎么办 这个 那大众校外者怎么办 第一个这个决定补贴的部分 由交通部来决定到底要成功 我推我推我推推推 大众运输补助问题通通留给交通部 那么民生物价纵算跟经济部有关了吧 看来部长对物价的接受度 比民众宽很多 也难怪政府自认油价调降很有感 但是一般人还是感受不到 三列卷零松必定下调不到 好人民变成提款机了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的油价 降到大概四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你看四年前的时候 当时的95000汽油是30.1 那么现在来到了30.2 也就是两个差不多 最高点的时候36.3块钱 大家都觉得实在是 油油这些是很贵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 你看什么都涨了 而且您记得先前这个油店双涨 就造成咱们物价飞涨 然后很多业者就说 这个物价实在是止不住 必须要涨价才有办法生存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油价涨势的过程 我们看到 麦当劳他们也涨了有14.3%的油价 那么罐装的饮料也加了20到30% 林太峰也涨了30到38% 一般的便当跟餐饮 起码涨个10%或者诱人涨25% 这就是大家每天有赶的地方 就是你的物价都涨了 可是薪水涨多少 我们以基本薪资来看的话 那么这四年来总共是涨了只有6% 可是你6%经得起 涨了2 30%的这样的一个物价吗 好了 这就是差别所在 然后现在整个油价 已经是降到原本四年前的 可是大家还是不降他们的一个价格 包括什么网品 胡须装 完全是不降价的 网品就说是因为物流配送业者 都是以半年 一年为期 那短期是不可能调降价格的 胡须装他们当然也不打算降价 带你来看 牛排在烤盘上捡到7分熟 到网品吃这一刻要花你1350块 旗下6品牌年初起涨 最高一口气涨5% 寒涨商人不止这一家 胡须装卤肉饭大碗要花你52块 半年来竟然涨了三次 两家连锁餐饮业各有理由 成本没有上涨的话 我们也不会去调整这个价格 油店双涨以及食材 对我们也是最大的挑战 尤其是以食材为主 打着油店双涨旗帜 餐饮业纷纷涨价 但汽油从6月至今狂跌 以925000汽油为例 最近十周连酒降跌破30元 来到29.2元 这一回油价跌了 这些名店有降价打算吗 没有 我们想说油都跌了 我觉得我们会降一下 可以啊 但看看经济部提供资讯 95000汽油跌幅16% 以零售业来说 运输成本占盈余5% 降价空间只有0.8% 100元的商品降价空间不到1块钱 更何况是餐饮业运输成本压更低 却能一口气含涨10% 如今却坚持不降价 要全民怎能接受 三天新闻许世霆 潘兆文台北采访不到 好 说到这个公平正义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看张忠谋 他提到说 台湾的租税制度 是不是就是这个贫富差距的元凶呢 因为他是不是再度掀起 这个税制不公的问题 他强调说 你调降了遗产税 把它降到只剩10% 他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对啊 现在负担都是在 这个薪资贴级的身上 而不是在真正有钱人的身上 这个是我是觉得 好 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遗产税 调降 对张忠谋来说 他认为这根本 就不是一个公平正义 那么遗产税太低 他是认为这是错误的政策 好 那么提到了 这样的一个政策 当然对有钱人家 他们就觉得 这是一个好的政策 来看这个连加的部分 那么现在马上下个礼拜六 就要投票了 最后冲刺的关键 那么现在连盛文 已经开始在接口 在败票了 今天就到市府转运站 向上班族来争取认同 那么有不少的热情选民 一看到连盛文站在路口了 也是主动来握手 喊加油 要求要合影 那么连盛文也是来者不惧 把握每一张选票来迎接 他说他一定会得到的胜选 选前倒数计时 连盛文把握时间 周一上班日一大清早 就和国民党籍市议员候选人 相约车水马龙的市府转运站报道 一同抢工上班族选票 那会不会很辛苦 我想我们辛苦 这个应该算是相对轻松一点的 我们比较辛苦 是要越过很多摄影机 跟大家挥手 这个是比较辛苦的地方 选情紧绷 连盛文老神在在 跟媒体开启玩笑 展现自信 虽然天宫不作美 台北下雨 气温骤降 不过加油声浪 此起彼落 想必都温暖了 连盛文的心 连盛文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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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选民要求合影 连盛文全都来者不惧 没办法亲自握手 致意的驾驶人 或是公车族 他就用鞠躬昏手 代替问候 考量转运站 人潮拥挤 为了让选民 能看见自己 连盛文后来 更干脆站上木箱 一举一动 都显现出 他问鼎台北市长 宝座的企图心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 而盛文哲的部分 我们带您看 那么现在一样 也是这个选战的 最后关头了 他也有三招 可以来吹票 那么首先呢 请来了周杰伦 御用广告人来操刀 那么这样的一个影片 是为孩子投票 要融化 要攻家长的心 那么再来呢 就是这个礼拜天 最后选举倒数黄金周日了 那么要举行的是 台北嘉年华 让年轻人来当主角 那么率先出招的 现在第一招 这个是白色力量的大团结 今天呢 好多场医师的 这个团体都站出来 挺科匹 那么这些医生们 他们也都放下架子 陪科匹去扫节 科匹都说要谦虚了 还是有人猛敲鞭骨 白袍医师也疯狂 说好这天不看诊 专程陪科文哲扫街 选前催票第一招 白色力量大团结 过去低调 专业的医师 历经MG149风暴 这回高调站出来 还要连伴三场来催票 三场喔 过两场你没有时间到 难怪我不知道 淡定也叫牌喔 从一年前就很淡定 从头淡定到底喔 社会精英带头喊 各行各业领袖 也纷纷倒戈 科文哲最新影片 由曾和周杰伦合作的 广告人操刀 你有多久 没有听你孩子说话 你知道他们担心什么 他们跟当初的你一样 努力 认真 但他们得到的 跟你不一样 黑白影片感性对话 柯文哲诉求 两代亲子对话 这次你不会自己投票 你为你的孩子投票 你为你的孙子投票 两代间隔阂 不只心灵 还有大环境巨变 柯文哲也首度畅谈 三个孩子 在成长过程当中 也是让我太太吃尽骨头 因为小孩子是怪怪的 老二是女生 我从小就是鬼灵精 大概常常把我太太气到冒烟 有时候回家说 妈妈怎么不见了 我太太不要气到我 领导去医院睡 十般事不要回家睡觉 展现为人父一面 柯文哲最后冲刺 针对民调最需要加强的 中高年龄层拉票 而年轻人则用这招 坚持不办选举造势 不下跪 不悲情 不告急 柯文哲选前最后周末 台北街头办游行 还是我直接穿我的 衣丝袍就好 我不晓得最简单的话 以无瑕的白色 试图吸纳蓝色绿色 可真一分三阶段推票 许下改变了梦 三菱新闻注入 王世霆台北做报道 而社会头条来看 今天发生了一些人伦悲剧 首先这个是屏东车城 所发生的死亡火警 民宅的一楼卧室 疑似是电线太老旧 她起火了 那么当时有女十七岁的少女 她是在二楼这边睡觉 她是活活被呛死的 家属接获 噩耗 大家都崩溃了 因为第一时间 这个女孩还打电话 跟阿公求救 那么阿公来到现场 她也没有办法 救到这个宝贝孙女 她非常非常的自责 那么少女就这样烧死 在住家里头了 同学非常的难过 就说这个女孩的外形 非常的亮点 是学校的校花 曾经拍过 反读伪电影呢 农烟不断从民宅窜出 大家心急如焚 因为里面还有 十七岁的少女受困 有人爬到阳台 想要打开铁卷门 烟太大火太大 只能打退糖骨 等着消防队救人 等到火灭了 门开了 少女也已经倒地 没了呼吸 阿公老泪纵横 好自责 因为第一时间 孙女曾经虚弱的 打电话跟她求救 没想到变成最后遗言 白发人送黑发人 阿公难以接受 这场火警发生在 十六号早上八点多 起火点疑似就是 阿公一楼的房间 电线老旧起火 大量农烟往上冲 二楼的铁卷门又打不开 少女逃不出 吸入过多的农烟呛死 阿公要泡火 说没水 只能打不开 没几点天 家属批评消防队 救灾不力 消防队说 一切合乎标准 尽力了 一双灵巧大眼 浅浅微笑好甜 少女不只是外形亮丽 在学校能静能动 曾经担任过校园 反读为电影的女主角 没有人不认识她 是风云人物 没想到一场火 带走了她 她是随时随地 都会为人照相 然后很温柔的女生 同学眼中的天使 真的跑到天上当天使 无情大火 青春梦碎 座位上再也等不到主人 同学们把不舍 化作一支支货 伴随着少女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三星文章宏明 SNG小组 屏东报导 而另外一场人伦悲剧呢 来看哥哥只是翻个身 就把小妹妹给压死了 他们两个都是小朋友 所以年纪小的幼童 是不是最好 不要再睡同一张床呢 在新北市 有一名妈妈她去洗澡了 然后呢 就让这个五岁的儿子 跟一岁半的女儿睡在同一张床上 结果呢 哥哥一个翻身 不小心就压在妹妹的身上 能造成女童窒息 送医不治 今天下午 女童大体进行解剖 爸爸妈妈哭到不行 女婴父母低调戴着口罩 下午在离议社 人员引导下 跟亲友进入解剖室 要厘清女儿死婴 因为一岁半女儿 被儿子压到窒息而死 离奇悲剧 就发生在新北市林口这个社区 妈妈是说 她等小朋友睡早以后 去洗澡 洗澡完以后过来 发现说 她哥哥已经压在妹妹的身上了 就马上打19报警 妈妈向警方公称 五岁儿子跟一岁半女儿睡同床 晚上十二点多 哄孩子入睡后 她就去洗澡 不料哥哥睡觉翻身 压住妹妹口鼻 凌晨两点多 妈妈回房才发现 妹妹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由于女婴身上没有外伤 到底夺命确实原因为何 有待解剖找出真相 一个家庭就此破碎 五岁小哥哥压死妹妹的意外 若属时 恐怕也将成为 男童莫大的阴影 三菱新闻 另外来看台北有某个诊所 被民众给踢爆 说医生她都不用看诊 也不开处方签 就直接滥开管制安眠药 做配名给这个病患 那么导致有女子过度依赖 她的药物成瘾 一天必须吞二三十颗的药 不吃她还会整个癫痫呢 那么卫生局人员 今天下午前往稽查 负责人没有出面 那么有病患来拿药铺空了 也证实在这一间诊所 拿药是不用健保卡 不用处方签 有钱就有办法拿得到 卫生局人员前往 郑医师诊所稽查 因为这间 位在北市延平北路的诊所 被民众踢爆 违法卖管制药物 就是这一颗颗白色药丸 名叫左配棉 用来治疗睡眠障碍很有效 但副作用大 停用后会发抖 呼吸困难 还会进卵 曾有女子 原本一天吃半颗 上瘾后一天得吞二三十颗 简直就像毒药 不吃还会癫痫发作 医师无良 不用看诊也能拿药 其实左配棉跟一类棉 FM2被列为三大警示药物 左配棉不仅是四级管制药品 更是第四级毒品 但医师竟然不看诊 不开处方 以十颗三百元的代价 随便卖药 食药署将调查 卫生单位对这个医生 做罚款之外的话 甚至必要时追踪的时候 可以移送那个医师惩戒委员会 撤销他的医师执照 这名前台大医师 名叫郑师峰 门诊项目多元 妻子在诊所二楼 另开医美诊所 担任负责人 六年前 夫妻俩就曾因 违法施打胎盘素 登上新闻版面 如今再被俩包 违法卖管之药 没学到教训 不止最高被罚三十万 还可能面临十年徒刑 三天新闻将为闲料 结于台北报道 而玄珍到处十二天的各地都 老累滚滚 那么在整个爆票的过程当中 有人会过一对车子来放鞭炮吗 但您看这样的画面 远远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除了武龙武师 还有工作人员放鞭炮助阵 现场烟雾弥漫 只是接下来 工作人员竟然在马路中间 朝着行径中的车子丢鞭炮 这举动让车主大傻眼 越想越不对劲 决定折回去 把车停在路中间 要对方说清楚 之后一名男子出面 但也是草草道歉 车子继续向前开 看看对象车道 已经大排长龙 基隆文化里候选人 梁高淑珍 选梁辰及时成立竞选总部 热闹场景 却让车主抱怨连连 气得把影片po上网 有网友说 当时他车子也经过 不仅大排长龙大塞车 还炸得我满车炮灰 非常危险 叫我过去 竟然丢鞭炮 真的是角度的问题 因为都是车子过了 我们再放 有时候再放的时候 就是没有车子在走动 都是车子已经被 那个交通警察 还有我们这些义工 已经都维护住 拿出活动申请诚信 当天有警察和义工维护交通 一切合乎规定 但是丢鞭炮造成的浓烟巨响 确实影响交通 就怕不小心炸伤人 或发生意外事故 尤其选举倒数阶段 候选人的一举一动 选民可是清清楚楚 看在眼里 山林新闻 林俊华 基隆报道 还有人很会碰轰 来看一下柯文哲选情抗掌 结果就有很多人 想要沾他的好处 台北市有一间叫做 新民主时报的报社 他们要应征记者 结果呢 好 有人去这个面试了 那这个老板呢 就说我跟柯文哲 关系很好 而且我还去帮柯文哲上课 然后他还暗示说 如果柯P选上了 你好处可是拿不完的 好 我们去求证 柯文哲办公室 郑重否认 那你们家还缺很多人吗 上网求职 要到新民主时报的报社面试 网路上以基优文创的 公司名扩大真材 但走进办公室内 映入眼帘的 却是柯文哲超大招牌 屋内堆积 满科满谷 全部都是选举文宣和剑琪 报社社长是他 赖四扬 夸口帮柯文哲搞交通政策 还帮柯P上了不少课 他上次配金 倒数有发的 倒数有发那是正确 吹捧完了自己 社长开始暗示求职者 未来柯P当选了 所有人都鸡犬升天 社长不会言就是要拼台北市长这场选战 堵的是选上后拿到的好处 柯文哲选情看长站对边居然成为一种投资 所以是赖四扬先生 他也不是总部的工作人员 那他的个人行为如果造成总部的影响 我们会保留法律的最出全力 社长赖四扬过去办公论报 曾遭离职女记者指控言语性骚扰 还欠员工薪资20万元不发 这次想沾柯文哲好处 换了个报纸名再出发 没想到报纸都还没印就染上一身心 好倒数12天最惊的我们来看首都之战台北市 现在真的是杀红眼了 连战大骂柯文哲是混蛋 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还骂到人家的阿公了 好怎么回事呢 带您看 好连战为了守护自己的小孩 就是这个连胜文 这回他在一场统派的大会当中 火力全开就痛批柯文哲是混蛋 那么就翻出了柯家的旧账 说柯文哲祖父 就是他阿公在日本殖民时代当过官 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 好连战所说 说怎么叫做无党联盟 跨党派联盟根本就是台独的掩护体 好再来就披露 他说柯文哲来自日据时代的家庭 说他柯文哲他们家是官二代 官三代 好然后又说柯家在当时日治时代 改名换姓叫青山 好其实在日本被殖民的时候 当时我们被日本殖民的时候 很多人是必须改日本名的 好他把这个拿来讲 就是他们家变青山姓了 然后他认为正就这样做配合 日本皇民化的教育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底下人就大喊柯文哲 他们是汉奸汉奸 大家这个整个情绪都非常的嗨 然后这时候连战就喊柯文哲 不叫他柯文哲了 就直接叫他什么 青山文哲 就说你青山文哲 要选台北市长吗 可以吗 孙子官也不能够当 说人家孙子官不能当 好你战火有必要打到这么激烈 然后话讲到这么猛吗 好我们来看柯文哲他们家 这是他爸爸小学老师 这是他阿公也是小学老师 然后如果说他是官二代 他说我爸是小学老师 那我叫官二代吗 如果是官三代 他说我阿公是都学 因为家里很穷去念师范 难道我去念师范当小学老师 这样就叫汉奸 就叫走狗吗 然后他阿公其实是二二八事件 被打成的重伤 卧病三年之后死亡的 他们家也是这个二二八的受难者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被连战 因为这样的一个 整个过去的历史 要被讲成是混乱呢 现在你来看 选战毕竟最后关头 抢救儿子连胜文选情 连战再度开火 批评柯文哲为选举大搞阶级斗争 制造社会对立 连战不仅混蛋两字脱口而出 还当起历史学家 对柯家祖宗大翻旧账 说柯文哲祖父当过日本官 盖过日本姓 难怪柯文哲否定中华民族的价值 他是官二代 还是官三代我不知道 但是是个日本官 这个官管什么东西呢 这报有种案件 假如我们记错的话 好像叫什么青山什么狼 不用笑 他以为傲的是 只不过连战在大庭广众 骂人混蛋 似乎怎么样都说不过去 柯先生这个选举 过去跟这个陈水扁 过去跟我父亲选举的手法 就是一模一样 这一点让我父亲非常的不满 所以会比较有这个 比较愤怒的表达 连胜文怎么解释都不对 至于对手柯文哲的反应是 在那个时代你知道 在日本统治50年的时候 你今天要指责他们怎样 难道在日本时代 去念台北师范 你去当一个老师 你就要骂人家汉奸吗 面对连番攻击 柯文哲打出弹定牌 不恶言相向 因为柯正英很清楚 连胜文民调落后 连赛使用激情的 胡选语言 就是要激发深蓝选民 出来投票 营造蓝绿对决态势 扭转局面 但一般混蛋论 没为连胜文 下到分 更可能激化 社会阶级对立 三立新闻 综合报导 好 连赛呢 直接把柯文哲 改名改姓了 直接就叫他 青山文哲 说他呢 不可以来选台北市长 好 而且呢 还指控人家 是官二代官三代 还说人家是混蛋 那么今天呢 柯爸爸 这位小学老师 他真的好难过 他说他非常非常的心寒 然后他又提到说 那么当初呢 他们家也是很穷 尤其他自己的爸爸 就是柯文哲的阿公呢 当年是228的受难者 那么家里非常的穷 才去念师范学校 后来呢 一路当到都学 在日本殖民 台湾的那个年代 并不是这个 什么样叫做了不起的官 他就是一个小学老师 当一当 然后变成都学 怎么会跟这个连战家族 这样子所谓 官二代官三代来比呢 好 那么 他们就说呢 为什么连战要打选战 打成这个样子呢 好 今天呢 这个柯爸爸 真的是非常的心寒 难过 尤其是被讲成汉奸 这个是我的父亲们 气属一张张泛黄老照片 照片里穿着笔体黑色制服 不苟言笑的是柯文哲祖父 柯世元 柯爸爸搬出老照片 竟是因为日志时代成年历史 被连战掀出来讲 痛批柯家是混蛋 官二代 走进柯文哲新竹的老家 可以看到这个家中呢 还摆有很多祖父 在日志时代教书的照片 不过呢 这个小学老师竟然变成 连战口中的权贵 让柯家老父亲相当心寒 批评我的孩子混蛋 我只能心里就感觉痛苦 那我是虽然是做一个 平平的一个小学老师 做了32年 那么最起码留一点证言给我 我们柯文哲是汉奸 是混蛋 哎呦 怎么说这样 怎么算起算成这样 就连日志时期 推行黄明化运动 柯家被迫改姓氏青山 也被拿来做文章 我父亲因为要给我们孩子 能够上中学 那个时候如果要升中学的 很难啊 如果说改日本人的名字的话 有点优待嘛 柯爸爸表情镇定 但在一旁的柯妈妈很委屈 只不过连家没说出口的 这一段历史 却是柯爸心头的痛 二十八发生的时候 我父亲没有给枪毙 还算好了 捡了一条命回来 一段你我的台湾历史 却换来柯家被骂混蛋 七十八岁的洪先生 看到新闻气呼呼的 站出来力挺 因为他就是当时 科室原教的小学生 主书是我们的老师 他来生的中学比 我生的中学比 也能汉奸这场没力 也能钱贵也没力 还原历史现场 洪老先生很激动 柯爸冷静硬战 柯妈尽管动怒 却也没半句恶言相向 谁是官三代 谁是权贵 在这场台北市首都阶级战 焦点从主帅升高到 两个家族的战火 三连新闻成立国 吴亚晴新竹报道 好 选战打成这样 就连台湾的历史过去 不得已被殖民的时候 易奥被讲成这样 好 其实首都之战 不止连战 在帮儿子骂对手 现在连妈妈 就是连芳宇 她也出手了 她说当初 就连胜文的医生里头 并没有柯文哲这一号人物 她怎么说呢 她说儿子枪伤 她要感谢四个医生 而且今生今世 都要为这四个医生 来孝全马之劳 但除了柯文哲 她很强调 她说因为柯文哲 说自己是墨绿马 那要是圣文 有个三长两短 人家就会说她动手脚 所以她竟不是 救连胜文的人 好 这到底是不是 为了选战 现在你可以这样子 忘恩负义呢 好 带你还原 当时的整个医疗团队 其实整个团队 就是由台大医院 当时的院长陈明峰 她指派柯文哲 来筹组 连胜文的医疗小组 因为柯文哲 她是创伤医学部的主任 当然她是主管 她来筹组 包括这些医生 好 哪些呢 包括整形外科主任 汤月璧 整形外科医师 戴浩志 耳鼻呼科的医师 刘嘉明 还有外科住院医师 林芝云 好 她就是这个 林芳玉 前卫生署长 现在荣总院长的女儿 好 然后另外两位 就是心脏血管 外科医师周乃宽 跟这个同样心脏血管 外科医师吴亦辉 好 现在也在 连胜文阵营 好 不止如此 今天有网友就贴出来 陈佩琪 这个柯P的太太 在八月的一个 脸书的文章里头 就提到说 有枪击案的幸存者 父母送的两瓶葡萄酒 来感谢柯P 好了 那这个就可以证明说 而且她还庶明是 连赞跟连芳宇的 这个感谢函 那是不是已经戳破了 连芳宇的这个谎言了呢 因为说就是柯 他们也感谢了柯P 怎么现在选举选到这个时候 就一切都不认了呢 今天反而有这个蓝营的人 就说 原来你柯P也收礼 又变成这个重点呢 好 不过大家来看 毕竟这个也救过 连胜文的生命的了 那一定要这样分清楚说 他有没有在这个病房里头吗 好 那么今天柯P 反正他也很直说 他就说对啊 当时在里头的 他是没有真的面对面去 做这个要动手术的事情 带你来看 不要打 别打 2010年这一枪 让众人看傻了眼 连胜文被紧急送进台大医院 但妈妈说 儿子的命被救回来 跟柯文哲一点关系都没有 柯文哲有没有参加抢救行列 据说案发当时台大院长立刻打电话给创商医学部主任柯文哲 柯文哲赶到台大医院成立专属联盛文的医疗小组 把整形外科主任汤月璧代号制 而比科医师刘家明 心脏血管外科医师周乃宽 吴亦辉 还有第六年住院医师林芝云 通通找来抢救连胜文 所有权威名单都由柯文哲一手拟定 其实早在今年八月份 太太陈佩琪就已经在脸书po文 趁机整理家里的一些旧东西 无意中看到一些过去病人 对先生的泄寒以及小礼物 有枪击案的幸存者 父母送的两瓶葡萄酒 还附上一张谢卡的照片 上面就署名连战连芳雨 觉得太模糊没关系 网友甚至来个照片大解析 连芳雨的名字瞬间一清二楚 因为我那时候躺在守住室里面 所以我毕竟不是很清楚 外面实际的状况 不过后来听人家转述 我母亲所描述的是不是事实 连胜文历经枪击案 大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但选战再激烈也应该先学习 被救回一条命 感恩两个字怎么写 三新闻 林务富白乔英 台北唱不到 好 连赛文的爸爸妈妈 现在跟当时的救命的医师 这样搞切割 不止如此连战还骂人家是混蛋 好 这件事情 其实让他们国民党内 很多人也都不敢苟同 像是立法院长王金平 他就很尴尬 他可能也觉得不太妥吧 他就说我无从回应 还有另外一位 来看国民党中常委 这个过去的媒体大亨秋复生 他也在自己脸书上开炮了 他说他本来都不在脸书上谈政治的 但是现在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说难道选举是毒品 可以让人家疯狂吗 我们的前辈长官 你可以这样子吗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再尊敬你呢 连爷爷 总是西中鼻挺 看不出任何情绪反应 最近却为了儿子的选情 毛起来狂骂对手柯文哲 好朋友王金平听到连战大骂混蛋 急忙走壁 我不太清楚他讲这些话的背景怎么样 所以我无从反应 王金平不愿多谈 但混蛋两个字太争议 就连影视大婚 现在的国民党中常委邱复生 也在自己的脸书po文 本来在FB从来不谈政治和个人生意 但这次破例发泄一下 原来选举是毒品 可以让人疯狂 我们的前辈长官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我们怎么再尊敬你连爷爷 我们准备 要提出选举 就算2004年总统大选 两颗子弹一系翻盘 连战依旧保持风度 理性诉诸法律 没有任何情绪性字眼 还让台下观众听到眼眶泛红 十年后却为了儿子选择 火力全开 连家四个儿女 弟弟妹妹都在商界打滚 只有长子连胜文 对从政有兴趣 是连家唯一的政治命脉 这次投入台北市长选战 就意味着肩负连家 在政治圈的人脉和前脉 连胜文压力不小 连战更是心疼儿子 屡屡被外界丑话贴标签 爸爸口出恶言 全因为护子心切 三新闻 林无富白乔英 台北参谈 好 口出恶言说是护子心切 这一位连胜文的主委 现在怎么讲 哇 这个错乱了 他说不能够让柯P来治理 我们中国首都 怎么台北市什么时候变成中国的首都 好 我就看习近平不生气吗 好 可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来 带你来看 好 这位陈炯松 他是连胜文总部的主委 那么也是国策顾问 同时他过去也是长期当台北市的议员 也当过副议长 好 那么这一位 他在这个场合里面他怎么讲 他说不能让一个头脑有问题的人 直接又讲到头脑有问题 那么主要是在讲柯P的那个症状 然后就说他是头脑有问题 就说头脑有问题的人 不能来处理我们台北市政 不能让这样的人来治理 我们中国的首都 什么时候台北变成中国的首都 而且是我们中国 好 他的认同真的是严重错乱的 今天这个连胜文只要缓夹了 他就说 哎呀 反正是我在选嘛 所以别人讲的不算 我讲的才算 好 不过真的是选战 显到最后关头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吗 陈炯松本来还不太愿意承认 他这个后来呢 大家就掉出了影带 把他的声音拿出来给大家听 发现 对呀 他确实就是这么讲 带你来听 六六大顺 九月份替连胜文号次抽签 六六大顺喊得超红亮 就连二月份连胜文宣布参选 主委陈炯松就坐在一旁 陈炯松谢谢 主委政治学看得出陈炯松 未处连阵营核心 不过16号出席中华民国各省市同乡 后援会时台上欲出惊人 为了炮打柯文哲脱口台北市是中国首都 马上被网友狂酸 台湾统一中国了吗 千万别让对岸习近平主席不开心 事隔一天就怕引发争议 陈炯松先是翻脸不认账 被逼极了才坦言口误 今年二月陈炯松和对岸主席习近平握手 就是陪着老长官连战 其实陈炯松过去当过台北市副议长 也在党中央担任过组发会副主委 更是郝龙斌竞选两任主委 在台北市组织一把兆 但尽管加成受重用 陈炯松失言蓝军也挺不下去 因为口误可能会失分 甚至引起误解 甚至引起网民的反对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为了催出外省族群深蓝铁票 陈炯松一聚台北市中国首都 不管是口误还是不小心透露意识形态 就怕已经对连胜文选情造成冲击 三丽新闻许副酒黄教委SN小组 台北报道 好 这些是不是都为了要激化成蓝绿对决呢 要把深蓝的这些票给积出来 毕竟台北市的蓝银的盘面本来就比较大 好 这个时候呢看到说 年这个退休军公教的年终未问金 那么过去呢有改革嘛 就是说那个时候叫改革 就把它给这个减少了 然后现在呢要选举又把它给恢复了 那过去叫改革现在叫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发放标准呢 从本来的2万元以下已经提高到2万5了 好 这样一发呢要花多花公帑多少 192亿耶 好 那么当时呢为了选举执政党就要这么做 那执政党立委呢在马总统的一声令下 已经全力总动员 积极去争取军功教福利 要冲高蓝银的选票 特别是台北市的部分 党务系统全面启动 包括黄黄复兴党部底下的黄国良党部 就直接把马总统所承诺的 就是要给钱的这一部分呢 都写成了信函 寄到这个党员的信箱 每个党员都收到了 就说政府呢会重视年终慰问金发放的问题 要唤起不表态的深蓝选票 出来投票 马总统为连声文站台 从此选举加码利多 就是退休军功教年终慰问金 放宽发放标准 我们恢复5万人增加是15亿左右 整个是31亿 照顾12万人 总统挂拨警还不够 就怕党员没听到总统说什么 全党上下总动员 包括黄复兴旗下的黄国良党部 把总统的话用寄的寄到家 在台北市各大眷社国宅地区的信箱 这两个礼拜都可以看到这封署名 由黄国良党部寄来的信 上头写着退休年终慰问金是否全面发放 已经受到政府单位相关的重视 也被解读为要唤起深难选民出来投票 信件上头写着年终慰问金发放标准 已经获得政府重视 还用红字特别强调 甚至提到恢复全面发放四个字 难不成真的有机会恢复吗 全部恢复的状况要有190几亿 确实有一些困难 只要是做对的事情 就要大胆去做 但是也要说清楚讲明白 毕竟总统一声令下 铁票当然要吹出来 行政院将明年发放标准提高到2万5 却被指一政策买票 太明显了 太明显就是一个政策买票 政府的潜藏性负责多少钱你知道吗 17兆 里面就自军公教退休金5.7兆 总统喊得这么大声 不过192亿大饼 却因为行政院预算早已经编列 退休军公教 期待的全面恢复发放 明年确定不可能 三地群公司 台北参望导 马总统很怕失去台北市 当然他也很怕失去台中市 这两大城市都失去的话 也得变得变得 所以现在很紧张 但是我们来看台中市的强龙对决 真的会只差0.8%吗 这是今天谁做出来的民调呢 来自于来看清楚底下中兴大学 东兴大学所做的说 现在已经两个人只差0.8% 换句话说根本没差了 差不到1% 就说林家龙是31% 而这个胡志强是30% 真的是这样吗 来我们来看其他媒体的民调 好三地新闻在今天也发布了 台中市长的民调 可以看得出来 林家龙有43.4% 而这个胡志强32.9% 两个人是有差到10.5%的 当然上一次做我们差了有15% 所以现在是有稍微缩小一点 不过来看还是不是说只差1%的情况 那么另外苹果所做呢 林家龙41.3% 而胡志强32.5% 苹果所做呢 差了8.8% 都是这几天所做 林家龙所做呢 林家龙有43% 胡志强31% 两个人差了有12% 好换句话说呢 这几个民调看起来 大概都差9到12%中间 好那为什么就是 今天突然会有一个只差 0.8%的出现呢 好林家龙觉得非常的生气 我们带你来看 胡志强出席市政会议 拿出一封信宣读给台下的同仁厅 我参选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 让台中的未来更好 向台下同仁喊话 这场景似曾相似 因为上周对手林家龙也才写了一封信给公务员 抢选票 还找来退休的市府官员站台 但选前倒数三例新闻民调出炉 9月份林家龙支持度是41.7% 对上胡志强的31.7% 相差10个百分点 10月份两人支持度也差了12.3% 而11月份的新民调出炉 林家龙支持度是43.4% 胡志强上升到32.9% 值得关注的是为表态率仍有23.7% 也是强龙阵营抢票关键 胡志强说还要努力 而台中的地方电台 委托中兴大学做的民调 强龙双方民调仅差了0.8% 也让对几乎不谈民调的胡志强 难得笑颜开侃侃而谈 目前的蓝营有一些有回流到对方 可是中间选民一直维持不变 这个也是我们对选情啊 就是审慎乐观的一个地方 持续战力催票 林家龙车队扫街冲刺选情 胡志强民调上升 集中火力猛打正机牌 也深入邻里 已经不乖乖坐在台上 而是走入群众 双方都要争取 为表态支持者的关键票 3D新闻张展致许嘉诚 台中报导 好双方的民调呢 稍微这个拉近一点了 这个最后几天了 真的大家谁都松懈不得啊 那么这一次呢 要整个民进党想要翻转中张头 所以刚刚带您看台中 接下来看彰化的部分 这不太合作 真的是分不出上下 3D新闻民调所作 您可以看到呢 为民谷民进党的27.6% 而国民党的零差免27.4% 两个只差0.2% 这结束没差了 完全一模一样 好 更何况绿营还是分裂的 这到底怎么办呢 好 这是这个情况呢 就是您所看到的 最惊的一个战区在彰化 那么是不是得彰化者 得天下呢 大家都非常的冲 那么为民谷 今天接受电台专访 他说没关系 我照这个选局的节奏去打啦 不过他也批评对手林参明 涉嫌诈领公还 那么另外呢 林参明他也是行程超满 他回到竞选总部赶快拜拜 然后口中念什么呢 说希望小人赶快退散 选举进入最后冲刺 候选人行程跑不完 国民党彰化现场候选人林参明 回到竞选总部 喘口气 不忘来个温情喊话 再三确认跑突然行程 马不停停拿着箱 就是往门口冲 口中念念有词 心里很多话要祈求 祈求他们保护他们平安 也帮我们拉票 而且那些小人都化解掉 林参明口中的小人似乎意有所指 至于对手魏明谷 下午前往台中参加电台专访 批评林参明涉嫌诈领 趋滚球协会公款案 依旧说不清楚 还不万感谢立委段一康 在脸书上po文立体 我段一康他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黑白说的 我要把趋滚球投稿下去 可别说他跟这种会表现 他这个资料都是失败的 选战白热化 根据三里最新民调 魏明谷支持度27.6% 林参明支持度27.4% 蓝绿双方只差了0.2个百分点 选情陷入焦灼 蓝绿两党候选人不以为意 民调参考就好 民调已经写那么多次了 出选到现在 什么招数都有 我们只有做参考 我们已经经过黄金交叉 虽然说人都在误差范围内 至于难投选情一样五五坡 李明珍与李文宗支持度差距 有缩短迹象 根据三里民调 李明珍支持率29% 对上李文宗21.6% 依旧持续领先 李明珍还召开记者会 找来世新大学教授 为民调背书 目前还有4%的 这个选民还没有会表态 我们就要积极来争取 这个4%的选民 你被烧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总要拿出政绩来吧 李文宗不约而同 也召开民调记者会 对于李明珍质疑竞选 不调背烧会 就是他的阵营所为 李文宗重炮抨击 要李明珍有证据再说话 三星委员陈炳豪陈伯彰 SN小主张话难投 采访报道 中台湾这次选情 真的超紧绷的 尤其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把重点全锁在这里 他要翻转整个中台湾 将来2016才有机会 那么中张头联合造势晚会 就打出了这样的区域 整个的概念 要从国民党手中抢下 台中张话跟南投 要力拼三连装 那么蔡英文来这里 拉高选战的层次 定位成2016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他就痛批 马政府施政不及格 请大家用选票来反映 这样的名利 现场他们说有来了8万人 翻转中台湾 赢回中张头 翻转中台湾 中张头联合造势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炮口对准马总统 执政失败的人仍然赢得选举 那对一个民主体制来说 将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我们也几乎看不到 候选人跟马总统合造的看板 各位 这些都是改变的迹象 这些都是改变的前兆 大家说对不对啊 台上轰马把九合一选战定位为2016前哨战 中台湾冲选票民进党强打区域整合 把局限向彰化来延伸 把局限的捷运向南投来延伸 透过交通网 把中张头紧紧的串联在一起 可以流动没有障碍 可以成为中台湾冲选票好不好 立家罗 动算 为民主 动算 立文中 动算 三线市联合抢票 现场一片绿色旗海 民进党预估涌入超过八万人 对南岛开戏 对球化开戏 对球化开戏 对台中开戏 对台中开戏 要回白王 决战百里侯 绿营集中火力 抢攻中张头选票 这最后一里路 展现动员力 不容小觑 三里新闻 黄玉峰 范馨渝 台中 差不多 好 这是民进党 要突破左水溪 要往北到大甲溪 可是螳螂补偿 不要这个黄雀 在后部别忘了 这个左水溪 第一席 这一次也是超紧绷的 好 我们看到苏智芬呢 他八年齐满的要交给李静勇 可是呢 对手张荣卫家族也是超强的 现在所有的民调也是呈现的 完全是这个两个人是支持度一模一样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五五波了 怎么办呢 好 我们来看这个布条又出现了 票头张立善就是支持马英九 好 那么这一次呢 张家特别就是跟马英九切割 所以呢也没有挂他们的这个国民党的 恰恋白的这个党徽 然后呢也都不提马英九 可是呢对手就帮忙帮忙贴出来了 票头张立善就是支持马英九 那么张家很生气哦 说这叫做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样马英九是不是也蛮尴尬的呢 结果呢拿他出来变成是意图使人不当选耶 好 那么现在呢整个这个云林的情况 那么可以说是两个老县长之争 包括呢就是张荣卫 还有呢就是苏志斌 好 张荣卫呢特别 那么在造势晚会上还讲到哭起来呢 带你来看 云林街头最近挂上不少这样的布条 写上票头张立善就是支持马英九 让张立善阵营看了很火大 因为这布条是民进党挂上的 他们认为这是意图使人不当选的奥布 不排除提告 但身为国民党候选人 为何不想跟党主席马英九连结在一块 我本来就受到党提名 我为什么要切割 对不对 对啊 我每天都带着党灰 对不对 对啊 我的对手大概因为最近也比较急了 我们可以理解完全一个事实的描述 并没有捏造任何的事实 所以请我们的对手呢 他可能是要扫完工赵的 两人选情五五波周末冲票 张立善的哥哥前县长张荣卫站台 但矛头不是指向李静勇 而是苏志芬 你的消灭 我们要去我买公园的祖宋 我们的艱苦 已经够在面前了 全都要保留和培庭 我会成为国民党 张荣卫哽咽 眼泛泪光悲情诉求 强调自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对手骂他无所谓 但不要牵连家人 但苏志芬说没这回事 台下不愿多谈 但一上台火力全开 政治本队困难一个人 你就是抽一个意念名 你就是要替政党做事 你不是替自己家族做事 来抓住 我用天上圣庙的麻祖坡 我在这里抽床 我实在用世名 要保持李静勇心里面 欢迎我管政府 好不好 原本台面下 Y姐就认为这一仗是苏志芬 对上张荣卫的延续之战 选战刀主 双方也开始在台面上交火 三出料宇德 文静元 云林报导 好 云林实在非常的颠 所以包括连钦德 咖地呆朗 就这个没有在那边跑选票 跑去帮云林的李静勇 帮他这个在最后的时候 赶快多拉点票 可是这个赖钦德 会不会躺着也中枪 因为总统就跑到台南 去化身黄秀双的助选员催票 而且一直骂赖钦德 他骂他什么呢 就说赖钦德在台南 不管是就业率 治安 市民生活品质 成绩都是五都的最后一名 好 总统这样讲 好像跟大家的认知不太一样 赖钦德不是这个全国的 市政满意度市长第一名吗 可是在总统讲起来 就变没了名 赖钦德就中炮回击了 说要总统搞清楚自己的身份 不要为了选举 粉末导致 说这样对台南市民来讲 太不公平 也有损总统的形象 台南有没有办法绿地变蓝天 总统马英九 16号担任助选员 夏蒙要催票 引爆赖钦德怒钢中央 台南的经济 旧业 环保 环境品质 治安 生活品质 跟现代化的品程度 都是五都的最后一名 总统每一次到台南来 不是鼓励大家 都是在批评 都是在谩骂 我觉得这一整个城市的发展 不仅没有好处 其实也有伤他总统的高度跟形象 为了拉抬黄秀双选情 总统拿出数据强化 猛打对手赖钦德 支持赖钦德政绩差 五都里面成绩吊车尾 甚至还强调 每年中央编列超过百亿预算 比以往多却没看见成效 我们非常重视台南 台南市政府 拿到比过去 要多65%的预算 做得怎么样呢 每一次来都谈一个 不一样的选举数字 然后这个对整个台南市来讲 并不公平 赖钦德不以为意 只要总统来台南 就会拿预算说嘴 但同件事数字每回都说的不一样 赖钦德语重心长 落下狠话 也不可以只站在 选举的利益上面来讲话 否则这两个礼拜台湾没有总统 那怎么办 总统麦丽助选 刻意用比较急 强化国民党形象 营造绿营没作为 但赖钦德要总统搞清楚 不要本末倒置 而赖钦德市长 求连任答选战 抛出五不政策 节省经费 目前募得千万元 将停止小额捐款 多出的结余款将做公益 用行动展现他爱民的决心 三兄李世红谈谈谈报道 在桃园投给吴振阳 也是支持马英九吗 这民进党也是这样喊出来 特别的选战倒数最后关键的 前习政院长苏贞昌去陪 郑文燦到巴德的夜市去扫街 那么等会给我来 大概冲冲冲 很多民众也很热情 苏贞昌就说 上回县长选举 郑文燦只是些微的差距落败 他说如果当时郑文燦可以当选 就不会发生 两位副县长被收押的酒精 各位冲冲冲来 冲冲冲 前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16号晚间到桃园帮郑文燦辅选 不少人看到他就猛喊冲冲冲 电火球的魅力 也吸引不少民众 抢着跟他合照 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的选民越来越热情 支持度越来越高 台湾要改变 要靠这次选举 那我相信 投给吴志洋就等于投给马英九 我有信心在最后面 能够激起所有选民的力量 让桃园改变 来到号称北台湾最大的 巴德新人花园夜市 苏贞昌跟郑文燦 受到沿途不少店家热情接待 一踢妙广播 有的老板娘摊子也不顾了 拿着帽子要抢签名 妈妈你 你都可以加油 谢谢 加油 台湾你一定要赢 台湾你一定要赢 假日人潮众多 加上热情民众 抢着签名合照 扫街败票的队伍 前进相当缓慢 所到之处 动算声不绝于耳 最新的画面 这是晚上 花莲市美轮工业区 突然烈焰冲天 主要是华东桥上 今天晚上本来在进行道路 刨除工程 结果在刚刚六点多的时候 刨除车失功不慎 疑似是挖破了 空军所埋设的战斗机 用的油管路 结果当场就燃起了 这样的一个熊熊大火 那么现场的火势 至少冲到了将近三楼的高度 还不断地冒出浓浓的黑烟 这个情况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局出动了20多台消防车 到现场拉水线灌旧 可是油管道内 有大量的燃油存在 这个火势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到现在都还在抢救当中呢 而另外来看抢救顺文 大兵现在蓝眼的策略是什么呢 好他们要抢这个关键的20万票 包括1万的侨胞呢 这个有优惠的票价都让他们回来投票 还有3到4万的台商 这个打的是经济诉求 另外15万的军工教 这年终慰问 今天呢已经是放宽了 好种种的策略数 这样加起来应该有20万票吧 那么今天呢 还找来了老肖肖万常 那么希望呢 就主打这个连胜文 是有经济愿景的 带你来看 温水煮青蛙 连胜文三天两头挂嘴边 谈起中韩签署FTA对台北冲击 不只打出恐惧诉求 还找来大咖一打一唱 他当选也是我们台北市 未来提升 变成这个区域的 枢纽跟核心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推手 到对岸参加APEC 刚回国的肖万常 收起招牌微笑 宇宙心肠抢救连胜文 要政治冷感的经济选民 通通醒过来 看看台北市选民结构 除了15万军工教选票 连胜文喊出恢复慰问金 现在找来财经专业 肖万常主攻台商 三到四万票 再加上一万侨胞票 通通入带就有20万票 这个国家现在需要你们 台湾需要你们 中华民国需要你们 对着转圈圈等待画面 连胜文盟讲三次需要侨胞 再怎么尴尬 说好的海外连线 世事大会就是不能停 这个整个气势来上 跟一个月前 有显著上大幅的差异 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 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民调再惨 不能回头看 连胜文拼命说 有信心 台商侨胞加上军工教 20万张蓝色优郁选票 危机动员 就判一张张 重现光明 三立新闻 许副解皇家外 SN小组台报导 而下礼拜就要投票了 真的是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键 双一肉搏战 马连继续合体 要固守蓝军 然后北中南 还有十四场的造势 那么至于民进党 他们启动了五战线 蔡英文要回访钟张彤 而且还会全国绕一圈 待会看 选战倒数两周 民进党前后任主席出马 现身配音最新催票广告 主攻十安风暴下 要顾好台湾粮仓 云林嘉义 云嘉加三位候选人联合造势 云嘉合作守护台湾 从中央到地方拼团结胜选 选前最后一个黄金周末 民进党兵分五路造势 11月22号主席蔡英文领军 从宜兰徽军北北基 晚上板桥造势拉弹新北 同一天苏贞昌跟谢长廷 从屏东前进高雄台南 隔天23号蔡英文前往陶竹苗 苏谢两人则一起前进云林 在分头顾好彰化和南投 最终23号跟蔡英文合体 三大天王齐聚南投冲票 把会师重心放在中台湾 选前最后一页盛大晚会 也办在台中彰化 因为蓝绿激战就在中台 越到选举紧绷 越怕小动作 因为我们知道在云林县 五个小朋友 恐怕也是最后的力量 民进党内评估 中台湾就是决战重心 中张头跟云家家都要各力拼 三抢二 因此党内三大天王齐聚动员 力拼在既有蓝天下 抢绿地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选情越来越热 但是气温也越来越低 今天淡水只有17.6度 那么就在这个秋冬万季的时候 很多民众会有 肝痒的情况产生 那么医生是说 保养品的成分如果太复杂 对敏感性肌肤 恐怕会造成反效果 皮肤超痒 抓抓抓的整只手臂都泛红 梁小姐超苦恼 因为每逢换季时机到来 皮肤总是不停化 都会不知觉会有干干痒痒痒 就会很想去抓他 结果一直抓一直抓 就越来越红 这几天洗完脸 我的鼻翼 然后脸颊下面 嘴巴四周 就会有一点一点红的点点 然后还会局部的脱血 类似情况想必也出现在 不少民众身上 美妆网站调查发现 秋冬换季时 民众最困扰的皮肤症状 前三名就是干燥发痒和脱血 这可让爱美女性伤脑筋 有企业举办医夫日座谈会 邀请专家分享秋冬来临时 皮肤的保养之道 医师也贴心提醒 保养品千万不能太复杂 现代人过度的保养 那他差了很多不同 不适合自己的这些保养品 那里面很多成分 那如果成分很多 那对于这个敏感性 几乎如果又不是的话 那当然会造成更严重的这个问题 懂得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养品 做好保湿工作 才能彻底远离冬天 皮肤干燥问题 三连新闻台 我信宇春雅 台北报道 来看2014新北市欢乐耶旦城 这全台最高的耶旦树 已经亮灯了 那么今天的活动还大升级 说一路热闹到2015 高高圣诞树亮起灯 随着音乐变幻缤纷色彩 把台北的夜空全都照亮了 我们来帮耶旦老人帮礼物吧 2700只LED灯管 营造绚赖光彩 圣诞老公公跳跃圣诞树上 2014新北市欢乐耶旦城 小朋友的最爱也来了 又有家族献身 哥哥姐姐带领小朋友 又唱又跳 嗨翻全场 除了跟着台上动作 手无足道 还有如果儿童剧团用戏剧说故事 歌舞秀同样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一整天的耶旦同乐趴 从可爱的Open奖 欺负首歌舞 精彩的幻想 泡泡秀 一直到晚间鲜利的灯光秀 都让小朋友带着最棒的回忆 满载而归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 好来看伊斯兰国又斩首示众了 就在联军持续攻击他们的同时 那ISIS又释出了这样的影片 宣布先斩首另外一位 美国人道救援的志工 这已经是第五个被斩首的欧美人士 那么美国总统欧巴马呛下说 如果发现ISIS有核武的话 就会立刻动武 而另外一个画面呢 也很惊悚 马航MH-17班机 在这个乌克兰被击落 事发到今四个月 那么最新当时最近的画面 今天终于曝光 带你来看 我是陈亚零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